夜市傍晚大牌長榮牌的卻不是民眾 而是外送員 民眾想點菜還得跟著外送員後面 網友驚呼誇張的分紅軍團 老闆娘接單接的手軟 員工忙盡忙出車 嘉義文化路夜市 這個月開始的分紅一條絨 讓有加入的知名店家 忙得不可開交 好 剛好就是因為不用運備 所以才會這麼多人 是五六點人家吃飯的時間 然後八九點這個時間而已 來說是還好 只是他抽的層數還蠻高的 其實地位也不高 原來外送業者八月來到嘉義 插旗還打出運貸優惠 許多民眾除了長鮮也賺便宜 還對明年連非下班時間聲音也是搶搶過 三十八的 三十九的 有三十九嗎 單位比較多 嗯 嗯 會 雖然會等比較久 對 如果願意等的客人就還是會等 這還不錯 但是 後面就不知道 因為後面之後那個 聽說有五股貴藝人就要進來了 其他外送平台也打算進軍瓜分 嘉義市場 現在分紅軍團一支獨秀 親一下站去街頭 也不能看出這裡的外送商機與潛力 繼續綜合報導 海軍 他 是